那剛剛大家不管是安裝版、明漢裝版已經都變成比較厲害的版本之後 我們來看看它的基本介面 那這個講義呢,雖然我沒有給你 但是其實你在我的部落格的首頁 就是那個時用戰滴這個首頁 一樣在這裡,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有一份講義我放在這裡,PDF 這樣知道為什麼連一點東西都不想給你了吧 反正你看上面的我都放比較新版本嘛 對不對,講義給你回去包便當,這樣不太好 這樣有了,那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上面呢,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隨用3D它這裡有一些作品 不好意思,這用同學做的 這樣這個就是同學做的 然後你看有白天是不是也可以做晚上 啊,如果你曾經學過Sketchup的那位同學 請問你要用Sketchup 輸出這樣的解析度的圖可以嗎 要不要外畫程式 要不要透過其他軟體 我們是畫完會直接輸出Sketchup 然後3D電印嗎 什麼,原來你是來做3D電印的 那我就拿這個給你再回家就好了 呵呵呵呵 這是下一個版本 對,我們隨用3D可以跟3D電印做結合的 不是啦,跟雷切也可以玩 所以這個,我有寫一篇文章介紹 隨用3D做這個動畫 好,那好吧 所以他不是做室內設計的 不能理他 那我們看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是目前為止我唯一遇過一位同學 做貨櫃屋的 呵呵呵 他就覺得貨櫃很好啊 我就只有遇過這麼一位同學 從來都沒有同學想做貨櫃屋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下面這裡 你也可以像這樣啊,拆開啊 對不對 那他做這個樓層 閣樓的也很不錯 好,那你再往下走 還有,其實我們還有在放在哪裡 其實各位你看一下 在我的這個 食用3D的教學裡面 也有一個優秀作品 有沒有看到有個選單 有個優秀作品嗎 那那個上面呢 我不只給你看 我還把原始黨放在上面 好,來 他官方也有 你看官方藝朗也有 當然也有人去分享 那麼你往下走 像這個的話是那個 有一個開南大學的老師 因為他問我說 這個可不可以有一些那個 就是,因為他是做食品的 他做工廠 工廠的那個 食品工廠的那個設計 然後要畫那個設計圖 他就問剛剛有沒有像這種塑膠管啊 哇,因為他們要做明管 工廠要做明管 那他其實就 我就找到那個外掛 就跟那個老師分享 他就做好給我看 所以負責解決變的問題 好,那你看 不好意思啦 這光刀啦 問刀 改裝的時候 我也自己用一下 只是我是使用前 就是我並不是真正的就是這樣上下樓層 而是我有稍微 有沒有,這個是新的 然後下面這個是舊的 就是我不是照著那個一樓二樓三樓四樓這樣畫 我是新舊這樣對照 好,新舊對照的 那另外像右手邊這個 就是我現在這個 這個 應該是這個版本 這個在使用3D裡面 我們可以 把你雷切的那個 平面圖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給它材質 給它厚度 那為不丟那東西就丟進去 那你可以輸出一張一張的 也可以怎麼樣 做攝影機動畫 因為使用3D可以做攝影機的動畫 所以我有一篇 這個文章 就是特別介紹一下這一塊 好,你看 這個是我們之前的 在這邊上課的 有沒有 我有這樣的版本 彎曲屋頂 你們如果做過雷切 雷切可以變成彎曲的盒子嗎 像這樣子 反正 因為我沒有雷切機 所以我只有手工的 所以我在做之前 我先用紙折了一個 哈哈哈哈 先拿出來 我先試試看 不然我沒有這次 我要鬧塔 大家都來這裡 對不對 用得好 才拿給人切割 哈哈哈哈 確定可以用再來 好 那他就先幫我把它做一下 好 這個 彎曲的人應該知道 那麼 這個 Tim2K的 我們這一次 好像有一個 基礎原型 是Tim2K的 對啊 就可以把你做好的平面圖 灰進去 灰進去之後 是不是可以長出一個厚度 長出一個厚度 我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因為使用3D 它有一個好處 它不只是開源 它還可以進來跟出去 這很重要 也就是說 我可以把外面模型交進來 也可以把它做好的這些模型 拿出去外面 因為也許你覺得它裡面做的功能不夠 那我可以拿給其他的標準3D軟體 讓他們再去做更進階的處理 我們最怕的軟體就是什麼 封閉型的 就是你進來就不能出去了 很多都這樣嘛 商業軟體都怕你跑掉啊 對不對 這樣就很可惜 所以 它就是有像這樣 你看 我就可以把它插進來 有沒有這樣做出來 對不對 我就一個一個擺好 裡面可以上材質 你喜歡用什麼樣的木頭 什麼樣的紋路 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像這樣 然後 WebDuno的 我就用Photoshop 3D 就把它長出厚度就放進來 這個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好 整個的製作過程 對了 你們Windows其實也有一個 如果你沒有Photoshop 3D Windows 10 是不是也有一個叫3D View的 這也很好用啊 你只要照片就可以變模型啊 你看我新增 有沒有就可以變模型 還可以彙出 還可以彙出 所以其實各位 如果你已經是 Mac的我們就不用理它啦 因為Mac本身不太喜歡用3D 呵呵呵 所以 Windows 10的 其實 你有很多工具可以變3D模型 你看照片就直接變模型了 就可以拿進去 很好用啊 沒有 只是 大家平常比較少用 那 這樣有了 我下面這裡 就是 就是 再把它做成一個攝影機 像這個 我就 搭配3D軟體 就把它做成這樣子 就是 銀聲問我 今年要開什麼課 我說 今年我不知道要開什麼課 因為那時候這個還沒做 呵呵 對啊 所以 有機會的話 明年在那個 那整個製作過程 我就把它 做成一個縮時攝影 然後 就在以拿去側面 我們去把 這個部分 弄出來 拿一個 把他丟出來 然後 可以把 這樣就閃成了 我就一邊 再拿出來 那就把 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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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把揮上 揮上 揮上 所以其實各位 如果你只要做 就是 像上次的 一天的 要 要 展示 揮上 好 那 我們 就往後 退 因為我們使用比較低 他還有 好 就是他有設計的 在上 他有設計 因為他做自然選擇 這個 在外面看的 這樣 比較好 現在 他有看 近代的 好 好 這再播 這樣 反正 都一樣 就把他丟進去 這樣做完了 OK 所以我以為有被嚇到 結果馬上這就過了 因為我要把完整的過程弄出來 所以我就要 稍微花一點時間 把這些弄完 好 那各位了解了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 來看看 你看 剛剛我們不是有到他的藝廊嗎 對不對 去看了他的一些東西 那 這些呢 你再往下看 欸 做晚上的 然後呢 像這個小木屋 像這樣 有沒有 這是展場的 所以同學其實都有很多想法 老實講 這些你要叫做 我也做不出來 我沒有那麼多想法 但是 我有很多工具 所以其實 到底最後能夠做出什麼 就看你 如果這種機很大隻的 你就知道 可能不是大人 應該是小朋友的吧 我也忘記了 所以像這樣 那這個你看 花園的 對不對 像這樣 效果都蠻不錯的 那這個是比較早期 同學 他就真的把他拿來當一般的3D模型 軟體 他就類似做一個 類似像競技場 這樣子 他就看到 哇裡面怎麼那麼多模型 可以玩 那最後 這個是兩個比較奇怪的 有同學拿這個來做民工 拿著他來畫恐龍 哈哈哈哈 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用這樣玩 這樣了解 所以 你看過這麼多 應該就可以比較容易想像 到底我們使用章機可以做哪些 其實我所有做這個 我還拿來做一件事情 拿來做虛擬攝影孔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我都是用虛擬攝影孔做的 就是我不一定要做室內設計 其實攝影孔也是室內設計 只是說我把它拿來做 感覺起來比較不一樣 這樣子而已 所以像你現在看到這邊 因為我去每個地方上課 我就要弄一個虛擬攝影孔 因為我有上這種課程 這樣了解 好 反正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如果你覺得有興趣的 我在這裡 也有提供原池檔好嗎 這裡有沒有 SH3D 所以我大部分 能夠公開我就都公開了 因為不怕你用 只怕你不知道要去哪裡找而已 OK 好 那對我們的OBS 已經有概念了之後 我們就 除用整體 有概念之後 我們就真的自己來做看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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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